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养的杜鹃花 我这颗杜鹃花开花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这个花基本也全部凋谢完了 那么这个时候养杜鹃花非常关键的一点 就是一定要给它修剪 这个时候如果不及时给它修剪的话 那么下次开花就会变得更加少 而且这个植株会生长得更加瘦弱 那么我们给它修剪的话 也要把握好一些技巧 首先我们一定要把杜鹃花底下的这些 生长出来的这些枝条全部修剪掉 这些枝条因为它长在底下 它会生长得比较瘦弱 但是也会消耗相当多的养分 所以我们要及时将这些修剪掉 那么我们也要把这些比较老的 比较弱的一些枝条给它修剪掉 因为这些枝条它是开不出花来的 但是它会消耗相当多的养分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修剪 长在里面的这些过密的 我们也将它修剪 因为将里面的这些修剪完之后 它会比较通风比较透气 不容易引起一些穷害出现 那么我们给杜鹃花修剪的话 一定要把握好一些技巧 这样的话才能让它生长得更加漂亮 更加健壮 那么我们把杜鹃花修剪完成之后 第一时间就把它放到一个阴凉通风的地方 来养护一段时间 这个时候不要给它急着施肥 也不要急着给它浇水过多 如果这个时候施肥浇水过多的话 很容易引起被刚修剪掉的枝条枯萎 所以说我们等到它长出一些新芽出来之后 我们再给它正常的施肥就可以了 那么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我们养杜鹃花的一些技巧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